殿下说 恐将病气过给公主 公主探望阿弟 你怎敢建阅 若是耽误了太子病情 你有十个脑袋也不够丢 不要再装了 不要再装了 阿姐 阿爷此次让你到洛阳来 是因为大汉伤民 让你抚恤大家 树立大唐储君的形象 你躲在这里装病 这怎么说得过去 阿姐 你也看到了 那些人哪里是灾民 分明是汉匪 你看看他们 满头满脸的血 张牙舞爪 吓死我了 我一想到啊 头就痛得紧 不去了吧 阿弟 阿姐知道 你现在年纪还小 你现在年纪还小 遇到这些事情 是自然会害怕的 但是你要明白 我们终有一天 都要独立扛起肩上的责任 尤其是你 阿姐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但我刚到洛阳 你就不能让我歇会儿了 你说的那些 我都明白 放心 我早晚会成长为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儿老 毕竟 我是阿爷的乎鞋嘛 话不能说说就算了 要真的做到才行 阿姐这一路上 经历了很多 也明白了很多 既然是天下人在供养着我们 那我们就应该承担起他们的人生 阿弟 你可知 储君二字何解 储 智也 御后之意 君 尊也 天下之首 你一定要快快成长起来 像阿爷一样 得万民信任 做天下明君 罗阳 云 川歌 阿娟 赶歌 我 若不是被圣上召回 先找到乐焉的人 或许是我 谁先找到公主重要吗 你我之间便重要 你是在为李长歌出气 先保护太子吧 别再把太子弄丢了 好度 若不是你要追杀李长歌 燕儿也不可能一个人在驿战 你现在是在推卸责任吗 我不怕承担责任 只是想告诉你 一个人若是执念太深 便会失了本心 阿碧 司徒先生 你这什么表情啊 莫非是我那个徒儿闯祸了 那倒没有 只是这小娘子从进房间开始 就不吃不喝也不睡 我进去几次了 她就一直盯着墙上那幅字 连姿势都没换过 你说 她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这个人 真是跟吕一样去 都跟她说了不行了 非不行 我去看看吧 好 迪恩 acet 欢迎 回来 我 Под手 不要 raul 替小友聊聊可否 小友来的当晚 正好频道路过 看见你深夜还在练剑 小友从来了我这流云冠 就一直待在这间近世中 可有所悟啊 我又是呈先生教诲 朱子百家略有舍连 却是最不惜到家的无为 因为与人者才能安身 与天正方能立命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如此谦心 可就在这几日 我才意识到 是我错了 我不争 便不会害得如亲弟一般的人 为我而丧命 我不争 不会让带我如父一般的人 伸手一处 我不争 将全副身家托付给我的朋友 也不会只身险戚 我 long-to-do 愿托付给我的一本 我修 再战 我修 皇上 你只有拥多 不争 你 没有 跟我 你 我这敬事 也算完成了一件功德 顿悟了又如何 死去职人也不会复舍 只恨我没有早点参透 你这顿悟已是弥足珍贵了 洛阳近日流民颇多 流云观正忙着诗要救济 如若小有得闲的话 可以给贫道和孙真人搭把手啊 所谓道终归于人 还是要看世间的好 现于过去 也只能徒增烦恼 未经过要求 现实有观点 明天才九州 明天也女人 也是难忘了 职人 今夜之后 就算竹童谈了 翌日 要的来历 孙真人真是明知顾问哪 流云百年向来来去自如 我都不曾过问过 真是令人怀念 我在他这个年纪之时 也认为自己是全天下 最聪明的人 看来这孩子公贯主 还真是有缘分哪 孙真人也是有缘之人哪 天地轰炉 炼己炼性 众生皆如是 孙真人明日 可陪我去南山安置点看看 听说那里的流民 比这贯重还要多 好啊 要能遇到几个稀罕的病症 那可是很妙的事情 喝茶 太好了 你终于吃饭了 我都担心死了 听说孙真人为了救你 费了好大的功夫 说你差点就死了 换身衣裳吧 是不是很美 我们流云罐可是洛阳最美的地方 你刚才见到的那位就是我们的罐主 敬旦真人 他收留了许多因为旱灾流离失所的难民 是为大好人 他还让我问你接下来的安排 孙真人怕是要在洛阳待一段日子了 你是打算回自己的故乡 还是留下来 我的故乡 是我回不去的地方 我留下来 那就是宋老师 他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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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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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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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